今天 我也要藉這個場合 向大家特別介紹一位勇士 就是中華民國陸軍航特部夏氏秦良鋒先生 2018年秦良鋒在執行 反空降跳傘操演的時候 不幸從高空墜落 這六年來歷經辛苦的治療復健 到今天能夠自主呼吸 進食 行走 不只令我們非常的感動 更展現了強大的堅強韌性 也讓我們感受到 不論遇到再艱難的挑戰 只要不放棄 生命都能創造奇蹟 也象徵著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三年來 毅力不揚 堅忍不拔的精神 最後 再次感謝慶酬會 中央各部會 給予市府團隊大力的協助支持 也因為有團結的力量 才能讓今天國慶晚會圓滿順利 請大家好好享受今晚 感受中華民國的光榮與喜悅 感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